清代词人纳兰信德 纳兰信德 信纳喇士 又一座纳兰士 原名成德 后为毕太子会 改为信德 自荣若 浩棱家山人 满洲正皇席人 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 一六五五年一月 足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 一六八五年七月 对年三十岁 他是青出词坛上的名家 满族第一大词人 纳兰信德的祖辈 出自女真族中 势力较大的耶和布 曾祖金台时 反对努尔哈赤 战败后自焚身死 金台时之妹 被努尔哈赤纳为妃嫔 生下皇太极 皇太极被拥立为八旗之主后 耶和纳喇士的地位迅速上升 其父为康熙时期 权倾朝野的明珠 纳兰信德 自幼聪明 而是受过严格的教育 习闻练武 能气会社 少年时刻苦钻研学问 其引勇诗词 康熙十一年终举人 发榜之日 他随同年一起拜见老师徐千学 其身着青桃 举止咸雅 给徐千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徐千学欣赏其才华 看重其家事 他经常向徐千学请教 非常勤奋 康熙十二年 信德会史的钟 不料时 因患寒急未能参加电视 只能三年后再考 这期间 与徐千学一起住城城大型丛书 通知唐经姐 而他自己又住陆水亭杂石 康熙十三年 纳兰信德 去梁广总督 卢兴祖之女为妻 两人感情赌身 幸福的新婚生活 也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 谁知三年后 卢氏难缠而死 从此到王之淫步上 知己知恨由生 康熙十五年 纳兰信德二十一岁 中二甲进士 备受以前清门侍卫 留在皇帝身边 在九年的侍卫生涯中 纳兰信德 颇受皇帝卷助 他也忠于职守 不仅吃苦耐劳 而且特别谨慎 然而 纳兰信德内心深处 却对此职十分厌烦 他生平淡于荣立 并不想由侍卫发迹 但也不是一个 只会迎师作父的书呆子 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和报复 信德走上患途之时 政治平定三番期间 他既静门汉 又善骑射 很想有个发挥才能的机会 可是作为侍从 终日在皇帝身边打转 才华无所施展 公务上不敢有丝毫差错 还常常离家随嫁 所以非常苦闷 他暗暗感叹 我金骆驼何所指 一事无成已如此 平生纵有英雄血 无有一件金江水 他甚至想到脱离幻海 隐居江南作为归宿 纳兰姓德非常珍重有情 他虽是全乡之子 少年得志 却能消除偏见 与众多汉知识分子结交 这其中不少人是很不得志的 他们常常饮酒附诗 舆论文之辖 谈论天下事 无所隐晦 写下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 纳兰姓德 珍重有情 爱惜人才 参与营救江南有名诗人 吴兆谦 吴兆谦 因顺治14年 科长舞弊案而受到诬告 被流放到宁古塔 尽管他素来不参与外停事 与吴兆谦又从不相识 也明知此案牵扯着 一连串的政治纷争 但仍然决定出面营救 经他多方努力 四处奔走 终于使吴兆谦 结束流放生涯 于康熙20年回到北京 纳兰姓德十分高兴 写诗祝贺 还将吴兆谦接到自己家中居住 康熙21年 为了打击杀恶侵略势力 曾随副都统郎坛 赴黑龙江执行侦查任务 康熙24年5月 纳兰姓德突然病重 高烧七天不退 便匆匆辞世 年仅30岁 姓德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在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是青书文台上一颗耀眼的流星 其诗文书法 举真家庙 有喜填词 在此的创作上成就最大 其木兰花令你骨绝绝词中 人生若止如初见 何是秋风悲化山 等闲便却雇人心 却道雇人心一变 离山雨霸清消半 泪雨零零中不怨 何如薄信锦一郎 彼翼连之 当日怨 更是广为人之